漁港邊船隻行駛而過 測試岸旁一輛貨車突然往前開 看似沒異狀 但不對啊 下一秒這輛車直直衝進海中 把在場所有人嚇傻 無期漁港尖山區 將繩索放入水中 準備了遊客的貨車上岸 沒多久海巡人員趕到現場 先把小貨車固定在繩索上 使用吊車吊上岸 好不容易小貨車從海中被撈起 就怕重心不穩 過程得小心操作 驚險意外發生在台中市 無期漁港 26號下午一點多 張信女子把小貨車停在港區後 下車準備取漁獲 一次沒拉起手煞車 導致車輛滑行落海 女子嚇得聯繫吊車業者 緊急處理 駕駛小貨車停於港區後 疑似未拉起手煞車 導致車輛滑落港區 鎖信本案人員均安 鎖信當時小貨車上沒人 最後也順利把車拖掉上岸 沒造成油污外泄 但女駕駛原先要裝線於貨 意外也變成小貨車墜海虛經一場 記者楊敬王百英台中採訪報導 換一會兒 為何 那麼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